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老庄漫漫的谈 老庄漫谈 Karisia不简单 因为它沿着这个海岸的城市蛮多的 那各位可能在很多的这个节目里边 或是你的书里边可能有提到 有很多可以看的东西 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看光 那我们还是沿着海岸线 从山上然后到海岸线 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港市 算起来现在它算是 Karisia以前是第四大 后来这个人口慢慢的往前 就推移到第二 现在是第二 但算是第一大的那个山岗 所谓的海港 因为它靠在这个所谓的整个 Karisia海岸的比较偏 已经算是偏南边了 那这个城市叫做Spritt 那Spritt 那Spritt 它原来的这个希腊的文 还有多了一个A 多一个Spar 我们讲As 那个A 后来这个音慢慢变成 Karisia当地的语言以后 这个A就不见了 所以本来叫做Aspelato 那后来这个A不见了 就变成Sparato 罗马延续的这个发音 那慢慢这个音走掉了 那不过Spritt 最重要的是 它靠在所谓的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 一个枢纽 那这个交通 各位就可以从图里边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亚特利亚海 它是一个西北东南的走向 然后在阿尔巴尼亚附近 就出海 因为这个湾就出到所谓的地中海 那各位就可以从地图里边看到 其实Spritt刚好是在这个海岸线的一个中点 中间的一个点 所以可以从这个点延伸往北走 就是说本身Karisia的这个城市 或是海港或是往下 甚至来到了对岸 那对岸呢 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地理上的一个看法里边 其实对岸就是什么 地理的讲法就是 意大利的半岛 其实就是整个意大利的这个国家 所以呢 如果你来到了这个Karisia的话呢 有时间想到所谓的意大利 可不可能 可能 你可以搭船 只要搭船就搭都轮了 我们讲它有所谓的搬船 就可以到了对岸 甚至呢 这些搬船呢 继续呢 可以往北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会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 一个枢纽呢 主要呢是它的一个地理的位置 那Spritt呢 它本身呢 因为呢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转运站 所以呢各位 如果呢 到了Karisia 想到外岛 因为它有太多的岛屿啦 也是超过呢 大概呢一千多个岛 那这些岛屿里面有蛮出名的 比如说呢 在Spritt的这个东南呢 第一个最大的岛 东南边痛伤的一个大岛呢 那这个Bloach 就是我们提过呢 当时候呢 在这个Shiplink 盖那个教堂 不是有一种白色的房子吗 白色的这个石头呢 那个石头的原产地 就是在Bloach 那过了这个岛以后呢 会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岛 那下次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岛呢 跟各位呢 稍微再聊一下 就是河爸 还有呢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这个所谓的探险家 或是呢 所谓的贸易家 发现了一条路呢 这个呢 叫做 马克波罗 也在这个另外一个岛上 所以呢 到了所谓的这个Spritt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景呢 真的是叫做漂亮 因为呢 你看呢 像蓝色的这个海 蓝蓝的天啊 不比西大沙 所以呢 克罗埃西亚的这个所谓的观光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有名 就是因为呢 它本身呢 其实靠在这个海 而且呢 这个海岸呢 非常的漂亮 所以各位呢 下次呢 如果有时间呢 那当然可以搭渡轮到对面 从这张图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它这边呢 也是算是local 我们刚刚讲的是国际线 可以到意大利 那如果呢 你是当地的交通的这个转运的话呢 那就我们刚刚可以到这个Bloch 还有到河爸 还有到Kotra Kotra 就是我们提到的 这个马克波罗呢 他出生的地方 这个有一点争议啦 我们下次呢 再比较详细呢 跟各位呢 聊一下 所以呢 Spritt呢 现在呢 慢慢人口数上来的话呢 变成了算是第二大 以前呢 算是第十大的常识 不是呢 说来到这边呢 就没事做了 有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的遗产 而且呢 这个世界遗产是早期呢 从哪边来呢 早期呢 从所谓的罗马帝国 从罗马帝国 那罗马帝国呢 那罗马帝国呢 因为呢 当时候呢 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折的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呢 叫做Dekoration 那他因为呢 出生呢 其实他出生的地点呢 不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呢 有所谓的生长 后来呢 当他退休的时候呢 他就回到他的喜欢的 他想的地方呢 他盖了他退休的别墅 那我们习惯当然称呼呢 他叫做皇宫啦 因为这个皇宫呢 其实应该是他退休的点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 真正的皇宫 不过呢 各位呢 在这个皇宫里边 我们还是习惯称呼呢 他叫做Dekoration的这个皇宫 所以呢 在地下室 他的这个所谓的地基下面 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 半生的一个雕像 那Dekoration呢 在罗马的历史里边呢 非常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呢 他是呢 整个呢 把这个罗马帝国呢 败坏的皇帝 怎么这样讲呢 其实呢 他是唯一的一个 能够呢 在退休之前呢 没有被干掉的皇帝 不然的话呢 前面呢 所谓的第三世纪的 这个危机里边呢 大概没有超过半年的皇帝啊 但是呢 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里边呢 他非常重要 因为呢 他是最后一个迫害 基督徒的一个皇帝 所以呢 各位呢 就可以呢 从这个背后这张图里边呢 看到呢 当时候的罗马的斗兽场里边呢 会有很多的基督徒被丢到什么 丢到斗兽场里边 跟动物 跟人 怎么样 打架 那赢的话呢 那当然你就没有问题了 就得到一个生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被判死 那当然呢 Dekoration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刚刚提到呢 当时候的罗马 因为太乱了 所以他立了一个很奇怪的制度 叫做四个皇帝共同治理罗马 这个呢 叫四帝共治 那东西的罗马各有所谓的那个奥克斯顿 奥古斯都了 然后呢 富的皇帝呢 叫做凯撒 但是呢 也因为呢 这种制度呢 让整个罗马呢 怎么样 罗马的帝国 就在这个所谓的军事坦丁大帝呢 把他呢 做一个统一 然后又分裂 各位下次呢 就没有再听到呢 所谓的 有真正的所谓的大的罗马 因为呢 这个大的罗马呢 被四个皇帝瓜分以后呢 后来呢 当然又变成一个皇帝 然后又分裂了 所以呢 真正呢 让这个罗马呢 走上所谓的分裂 灭亡的路 其实呢 Dekoration要负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那 后来呢 他退休了 就回到这个地方 Sprit的这个地方呢 盖了皇宫啦 那当然 罗马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元老院的这个长老啦 元老呢 或是呢 他们的执政官呢 就来拜托啦 啊这个皇帝能不能 跟我们回去呢 带领我们再继续呢 打这场仗呢 那 这个Dekoration呢 就 跟着这个来临的这些将官呢 就要讲 你看看 在各位的这个所谓的背后呢 我们讲这个荧幕上呢 就看到了 当时的Dekoration呢 就在这个地方呢 建包心白啊 卷心菜 他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已经习惯了 我就是生活好像一个农民一样 所以呢 就不要让我再怎么 再回去打打杀杀了 当然呢 这个就是他们在整个这个历史里边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的皇帝 那现在呢 他建了这个皇宫 你也可以呢 在所谓的观光的行程里边 或是在旅游的行程里面 有那个空闲的话呢 建议各位呢 去看一下 这个皇宫呢 不大 但是呢 最后呢 这个Dekoration呢 过世以后呢 他也站在这个地方 他分成了四个门 那你如果要进去的话 也可以从 现在这个门呢 叫做南门 它有东西南北门 金银铜铁啦 那如果南的话呢 那就变成呢 叫什么 叫铜门 进去以后呢 你会看到很多的shopping店 没有办法 那这个Dekoration呢 其实不作为使用 只是作为一个基础的支撑用 那当然呢 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整理的还不错 不过呢 因为联合国呢 在做这个整理的时候呢 他发觉到呢 在周边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垃圾 没有办法清 但是想清呢 也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这个垃圾如果清完以后呢 那个Dekoration呢 说不定会崩塌了 所以现在的这个工程呢 停顿了 那各位呢 现在就可以看到 当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陵墓啊 因为在Dekoration呢 过世以后呢 他们就盖了一个 八角形的陵墓 后来呢 在中世纪的时候呢 又加盖了所谓的 后边的圣坛 祭坛 然后呢 前面的中楼 就变成一个天主教的教堂 这个也不错 那各位呢 如果还有空 走过北门 你就会看到这一位 克罗埃西亚 非常重要的 在第十世纪的一个主教 他叫做 Gregor of Nym 那这个主教呢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呢 他当时候呢 用当地的克罗埃西亚的语 发音啊 我们讲语文呢 来作为传服应用 也是对梵蒂冈来讲 造成很大的困难 那因为呢 当时候呢 就有非常重要的 克罗埃西亚的 所谓的这个 应该叫做雕刻家 帮他雕刻呢 这一幅很重要的 所谓的这个 同志的这个雕刻 那这个雕刻呢 就变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幸运的一个代表 所以呢 各位来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主教的 这个脚下的话呢 要摸摸他的大拇指 会带给各位 非常大的一个幸运 说不就牵重了 那还有一点时间 那现在以前的海边 现在变成一整排的 所谓的咖啡厅 在这个地方呢 看完世界遗产 然后呢 喝喝咖啡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享受 谢谢